干水出油之后呢,我们再煎一煎它 给它那个胡椒味呢,比较香一点 哇,那个味道啊,就直接上来了 满煎都是胡椒味,花雕味 哈喽大家好,我是Q师傅 这一期呢,来到万中期待的胡椒虾 那个胡椒虾,我们准备的材料呢 就是有一粒的大虫 盐西呢,有分为两个部分 就是叶根的部分 跟这个根的部分 和虾呢,我们准备350克 调味制呢,这里呢,我是给了70毫升的白酒 跟一汤匙的花雕酒 之后呢,我给两茶匙的白胡椒 跟一茶匙的黑胡椒 我们把它放下去 然后半茶匙的鱼露 一汤匙的酱油 半汤匙的麻油 OK,这个调味制呢,我们就先给它搅拌均匀 如果怕很辣的话呢,那胡椒可以少一点 之后呢,我们就切一下我们的盐西根 把它切碎 切碎就可以了 大葱呢,我们也是要取一部分 来把它切碎的 大概是四分之一粒 好,把它切碎 然后剩下的大葱呢,我们就把它切成石 然后放瓦包底 好,这里我们起锅烧油 给少许的底油下去 好,烧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虾放下去煎的啦 先放大只的下去 然后把小只的也放下去煎一煎 好,这里我们起码要煎它一个三分钟啊 好,三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材料放下去 一包一包炒一炒 把材料都爆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倒我们的调味汁下去了 好,这里我们焗一焗它 焗它一个两分钟 好,在焗烧的同时呢,我们就加点冰糖花下去 给它那味道调和 OK,再翻一翻 再炒一炒 干水出油之后呢,我们再煎一煎它 给它那个胡椒味呢,比较香一点 哇,就是要煎到这样的感觉 嗅到很香很香的胡椒味 就可以了啦 OK,我们把虾摆上瓦包 好,烧到它热起来之后呢 我们给一圈的油 盖一盖 再给一汤匙的花雕酒 哇,那个味道啊,就直接上来了 满煎都是胡椒味,花雕味 好,胡椒虾完成 那么这道菜呢,你们只需要注意一个重点 就是那个胡椒啊 胡椒我们一定要拿那些粒的来拍 不要直接放胡椒粉 如果放胡椒粉的话呢 你煮上来,你会发现它 越煮越激 它变了好像那个 很浓稠的制黏着那个虾 这样煎的时候呢,就没有这样香了啦 那喜欢这道菜呢 记得把它分享出去 给我一个赞 期待你们的功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